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恐怖 万臣显然知道一些事情 失口就喊出了自然道的名字 他瞠目结舌地望着我身后 但是一秒之间 万臣的表情就变得紧张而且兴奋 我下意识回过头 看到眼前这一幕 也经不住正主了 心里涌上一股复杂的情绪 灵灵不知什么时候 被五屋形的力量拖了起来 就好像悬浮在深刻的上方 她幼小的身体外面 包裹着一层淡淡的又晶莹的光 这片淡光让灵灵看上去 稚嫩绝有神圣 她的小脸紧紧地贴着 额头上显现出一边叶子的印记 让我感到惊讶的是 灵灵额头上的叶子印记 不仅仅是第一次出现 而且和叶子身上的印记 是一模一样的 万臣应该第一次见过灵灵这个人 但是她脱口而出 自然道就很明显 灵灵额头上的叶子印记 或者是自然道的特殊标识 灵灵是自然道的人吗 那么叶子呢 就在我分神思索之间 面前的万臣突然抬手一挥 光线闪烁的黑暗中 划回一道绿绿的火光 她的手掌带着一股强大力量 硬生生地把一片阴火 逼到我的眼前 这一下来不及防备 身子一退 不由自主地就落到深坑之中 这个丫头是自然道的人 很可能还是 万臣脸上兴奋又紧张的表情 越来越深 有些忘乎左翼 声音发铲 冲着我说 陈金水 咱们的过节先放一放 我把这个小丫头带走 你不要多管闲事 我会在老胡面前替你说话的 取消对你的追捕 做你春秋大梦吧 我落进坑里同时 双腿用力一弹 扒着坑壁重新跳了上来 你挡住他 我安臣回头看看 那个之前被我踢伤的人 说 你也起来帮忙 老胡说要活捉他 现在情况特殊 直接打死 说话间 手枪上唐的声音 又一次传出 受伤的人勉想爬起来 涂掉这里血沫 和同伴一起举枪对准我 这绝不是开玩笑的 而且对方已经没有活住我的意思了 显然是要把我射杀在这里 我被两支枪逼住的同时 万臣已经盯住了玲玲 神秘又古老的自然道 在很多人眼里一直都是一个谜 那是历史久远的传承 万臣明显对玲玲有所忌讳 然而却想恶狼见羊 不顾一切地想要捕捉到手 枪声接连不断 我左右闪躲 同时还借其靠近万臣 想要阻止他 万臣动用权力 整个人砰的一声 将一团猛烈燃烧的火 凭空窜急很高 从坑边飞腾而起 扑向玲玲 玲玲那个小脸 有种严肃 而且无奈的表情 我知道 她绝对是纯真善良的 但是她必然清楚 这个大河河眼的心脏意味着什么 死都不能把这秘密泄露出去 当万臣腾空扑过的时候 玲玲纯净的眼神里 端闪过一道若有若无的杀鸡 杀鸡只是一缕 却像是天地同时震怒 那种强大的威压 连我都感觉心惊肉跳 万臣还没扑到玲玲跟前 那片淡淡又晶莹的光突然一胜 我没有看到玲玲任何的举动 但是万臣已经哀嚎着 从半途翻滚出去 身子支撑不住平衡 重重落在地上 她样子是受到重创了 玲玲转头看着我 含我紫心 她的确很无奈 但是我在两人枪口下来回地躲闪 一个不慎就会中枪 玲玲很担心 不过没有万臣的威胁 我的状况好了很多 老刀子手下没有吃闲饭的 但这两人的功夫 显然不到家 我的快速移动 他们始终捉不到既定目标 枪不断地响 却一直落空 等到两人子弹都打光的时候 我的速度一下提升起来 飞快地闪到对方旁边 玲玲终于忍不住了 唯恐我再到什么创伤 她飘到坑边 身上弹光骤然淡化成一片 巨大又飘渺的叶子 叶影摇移带来巨大压力 随时把两个拿枪的人给压在下面 但是没有那片弹光 玲玲一下子坐在地上 皱着眉头 小手慌乱地抓来抓去 那种情况之下 玲玲根本不用管我 两个拿枪的人被叶子笼罩在下面 浑身上下勇气和信念都被碾碎了 其中一个哀嚎了一声就往外跑 另外一个顿时心神慌乱 也把腿跟了过去 我狠了狠心 不能让他们把消息泄露出去 猛窜几步 一手抓住后面的人的后心 硬生生轮起来 朝前用力一扔 这人一百多斤重 加上头十的罐里 全部砸在前面那人身上 两人碰撞头昏眼花 一起倒在地上 我过去一人补了一拳 就在这时候 身后的玲玲突然一压了一声 回头一看 万臣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悄悄爬了起来 到了玲玲跟前 没有那片弹光的保护 玲玲被万臣一下子就抓了起来 告诉我 你是自然道的谁 万臣嘴角滴着血 被伤得很重 但是抓到玲玲那一刻 他眼睛闪烁着一片贪婪的光 好像一秒都忍不住了 急切地问他 自然天宫在什么地方 快说 你还是人不是 我掉头朝他冲过去 还没到跟前 万臣一把攥住玲玲的脖子 他已经被某种用户干扰的 失去理智 两只眼睛血红一片 停下 沉浸水 再靠近半步 我就掐死他 万臣的手筋很大 紧紧掐住玲玲的脖子 玲玲毕竟是个孩子 身体很脆弱 被万臣掐得喘不过气 小脸憋得通红 想要咳嗽 却连嘴都长不开 我前冲的身体 顿时停下了 玲玲的生死在牵动我的心 在我止步的同一时间 玲玲突然安静了 就那么被万臣掐着脖子 一动不动 只是深切地望着我 他的眼睛里有一种 和年龄根本不相衬的光 充满了心迹 充满了渴求 此时此刻 他再也无法张嘴 喊我紫心了 但是 他的一只小手 却艰难地伸出来 遥遥地朝我抓着 仿佛再告诉我 不要在这时候离开他 丢下他不管 陈金水 不要逼我射他 万臣用玲玲做掩护 一步一步朝和眼通道退去 老胡知道你这么做吗 如果他知道 他会晕见你这么做吗 我不肯离开 又惦记玲玲 和万臣保持几米的距离 一直跟着 老胡 万臣冷笑了一声 边退边说 如果我找到那个地方 老胡又算得了什么 我眼睁睁看着万臣 挟持灵灵 越走越快 却想不出什么办法 来阻拦他 心里恨得要死 全身上下骨头 都在琵琶作响 骤然间 万臣冷笑声 戛然而止 那片叶子的影子 化为一条 比手指还细的光条 闪电一般 从万臣的后心 洞穿过去 光条穿心而过 迅速扩散 又变成 那片淡淡的 晶莹的光 笼罩在 玲玲的身外 我一步抢过去 把玲玲抱在怀里 她虽然小 但敢一个人 在和颜里 守护持幼的心脏 就不会没有 防护措施的 玲玲脸上 沾满了血迹 但是 被我抱在怀里的 一刹那间 她咧着小嘴笑了 笑得很甜 但笑容里 有说不出的 欢喜和宽慰 我回头看了看 万臣这一次 是绝对活不了了 胸膛被穿出 一个拇指 那么粗的洞 恰好透过心脏 短短一眨眼的功夫 生机迅速流逝 脸庞变得惨白 双手双脚 胡乱地抽搐几下 呼吸 已经停止 玲玲越来越开心 喊着紫心 一压叫着 不断地对我轻轻点头 好像在告诉我 她感谢我 没有在这时候 抛弃大耳去 看着那张 没有任何杂志的笑脸 我的脑海又一次模糊了 玲玲是谁 叶子又是谁 到底谁才是 猎谷冰河那边 被长毛定死的影子 的转世之深 两个当事人 我都见过 但偏偏玲玲和叶子 一个小 一个傻 谁都说不出 一个所以然来 没事了 没事了 我抱着玲玲 再考虑 她留下来 到底合适不合适 就在我思考对策的时候 玲玲突然抬起手 从后面一指 阴压了一声 我顺着手指指引的方向 一转头一看 一下看见一道模糊的 几乎无法分辨的魂光 正急速朝 和眼通道外面 瓢飞出去 万臣的神魂 我休息十三宝塔树 虽然没有修炼之大成吧 但是神魂只要出窍 我就能敏锐地察觉出来 万臣出身到门 可能也修过类似的秘术 肉身被毁之后 神魂仓皇地逃脱而去 我放下灵灵 拔腿追了过去 然而神魂飘飞的速度 远远不是肉身 能够跟得上的 追了十几米远 我心里一急 匆忙间稍以平静 神魂也借十三宝塔树 顺翘尾飘了出来 飞快追击万臣 以前以后追了很远 看着万臣要从地道口钻出去 我全力跟上 想跟他纠缠 但是快要接近万臣的时候 他的魂光中 骤然画出一张 好像匈奴恶鬼一样的脸 冲着我咬了一口过来 这应该是专门对付神鬼的秘法 我感觉自己的神魂 要被那张恶鬼般的脸给咬得粉碎 马上抽身朝后飘走 那张脸紧追不舍 我完全把追击时间给耽误了 我和恶鬼 绕了几分钟 他慢慢变淡消失 可是这时候 万臣已经无影无踪了 您刚才听到的是 长篇恐怖悬疑小说 《黄河鬼市》 喜欢本故事 别忘了在声音下面打赏一下 想听到更多有声故声的紫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